是不是 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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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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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这是我非常爱的一个弟弟 然后我之前是他的粉丝 我们是冰箱家族 你觉得拜托的冰箱是什么 我说拜托的冰箱是我的暑假 我说任何一个假期都不像暑假那样 在你心目当中会有那么明亮 那么悠闲 那么美好的感觉 其实我们的抵抗能力也没有那么的强大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慢慢的消化 寂寞的人回到家 还会永远为你点亮的只有冰箱里的灯 为什么我一直不觉得拜托的冰箱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美食节目 或者简单的一个人物访谈节目 就觉得它一直在打开很多新的门 让我们看到生活本身应该有的样子 你也要学会经常停下来 停下来想想琢磨琢磨 而停下来的时候忽然发现 原来家庭生活在旁边永远在一起 当有一天你不为了所有 去做那些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 哪怕那么一天 你会找到活着真正的意义 越来越多的观念喜欢我 拜托的冰箱 谢谢你们一直看这一节 就每一季的离别 当作是一个短暂的修整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会变成更好的我们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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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输了我也是垃圾赢了也是垃圾 这个呢 猪狗 猪狗 好 来C位苏小宝 谈出你的名字 谈出你的名字 苏小宝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跟观众朋友相遇 第五季再见 好不好 我们一起工作一生 我们是冰箱家族 好不好 好 第五季再见 我们是 冰箱家族 拜托了 冰箱